那个 怎么算 你们算算吧 挺通情咱里的呀 你看 照刚子 你看 我早就说过 人家小黄妹妹 人家是个讲道理的人 你什么时候说过呀 你闭嘴 小黄妹妹 看来你是承认这个责任是你的 对吧 那咱就算算这个账 哎呀 你看这壁纸都泡烂了 小黄 这壁纸早就烂了 你闭嘴 你看这地板都翘了 这地板早就 闭嘴 你看这沙发 明天就得长毛 对了 你吃不吃蘑菇啊 明天我给你摘一筐啊 你闭嘴 我没说话 没事 别知道啊 换换换 都换 哪换了 哪换 都得换吧 行 哎呀 你多讲理 小黄妹妹 我以前是干装修的 这你知道是吧 知道 那行 那个我出列的算了算 最少得二十万呢 二十万 哦 不得不得 哎 我家谁装的来着 你家是我给你装的呀 哦 不不不不 哎 那我家这个装修档次和你家这个 你家那个档次高啊 哦 哎 我家当时装修多少钱来着 十五万呢 那你要我二十万 不是 谁说二十万了 我说的是十万 十五万 好大 行 没说 那我走了啊 哎 小黄啊 我还得说你 你说你装修的时候我就告诉你 不让你私事改装这个暖气片子 你看 你这回漏水啊 就是暖气片子出了问题了 什么 什么问题 你那暖气片子自己改装的质量有问题 水压一上来就崩了 你确定 我都已经核实了 哎 干啥去啊 钱顺峰 哎 我家装修是你装的吧 嗯 暖气片也是你买的吧 当然是啊 是你保证肯定不会出问题的吧 合同还在我这儿呢 怎么着啊 怎么算呢 你那个腿怎么这么欠呢 他走你就让他走呗 你提什么暖气片呢你啊 钱顺峰 完了完了 我跟你说话里总是不听 我跟你说过没有 那眼睛别老盯在钱上 是 你看那个工程讲究点质量 是 你要这么不听话 你以后别在我跟前呆着 你出去别说我是你岳父 啊 但是叔 你这什么女婿啊 就是 啊 你别别 别太懵了 苏峰啊 我也得说你两句 是不是 你给人家装修 你得保证质量啊 不是 你这个进货渠道有问题 哎 你等会儿 进货渠道 对呀 你进货渠道有问题啊 哎 爸 爸 我想起一个事来 什么事 我进那批暖气片的时候 好像是你给我介绍的 啊 什么呢 你等会儿 有没有啊 我可以了留了一手 哎 你看看 你看是不是他名片 这个 我解释一下 这是我一个老同事 他说他做这个水暖器材 我就给他们介绍一下 我交友不是 爸 哎呀 你家都什么人呢 还能靠点谱吗 啊 交个朋友都不靠谱 我的妈呀 爸 你说你交的这是什么朋友 你看这名也不咋地呀 黄太后 她的名字叫黄太后 她这暖气片可太薄了啊 黄太后 你们 那边上面是不是写的 太后水暖 对呀 太后水暖 你们在他家买的暖气片 是啊 在他们家买 还用得着你们吗 不是 怎么的 你认识他呀 我二叔啊 哦 你二叔啊 哎呀 那这个账 这东西算算了 哎呀 小花 没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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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那你二叔 也不是外人呢 那你们家亲戚啊 哎呀 那看来这个责任 在你二叔啊 哎呀 钱盛峰啊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啊 装修是你装的 包工包料 质量你得把关 责任在你呀 是 质量我把关 这 但是这暖气片 是我爸介绍的 爸 你这 不是 我介绍的 我介绍 你爸介绍的 不他二叔做的吗 那不管是不是我二叔 责任是不是在你 那责任在我爸呀 怎么能在你爸 他二叔做的 责任在你呀 责任在你呀 责任在你 我 我说句话 我觉得这个事我有责任 啊 我给他发了短信了 他没回 这说明啥呢 说明他可能没收到 我要是昨天晚上 通知他一下 兴许机就没这事了 所以我有责任 那你要这么说 那责任在我 我给他介绍个客户 为什么不事先看看 那个产品质量呢 责任在我 啊 没理不着 别别别别别别 你们这么一说 说得我还怪不好意思的 你说当时装修的时候吧 钢子哥就一直告诉我 别让我加暖气片 我非不听他的 你说责任在我 在我 不过 呱 还